花蓮縣警局刑警大隊日前根據網路巡查及現報資料分析整合 發現在宜蘭有一名彭信男子去年7月底開始 涉嫌從國外郵寄走私大麻種子回台灣栽種 因此特別聯手嘉義市警局還有宜蘭羅東警分局 經過多日追查埋伏展開搜證 當場在彭信男子家中查獲了大麻植株兩株 還有大麻種子兩科等相關的證物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偵辦 花蓮縣刑警大隊聯手嘉義市警局及宜蘭羅東警分局 根據網路巡查及現報資料分析整合 發現住在宜蘭的一名彭信男子 从去年7月底開始就涉嫌从国外郵寄走私大麻種子回台栽種 警方立即展開搜證 並報請宜蘭地監署检察官指揮偵辦 經過多日的追查埋伏 3月9日監警人員持搜索票在彭信男子家中進行搜索 当場查獲大麻植株兩株、大麻種子兩科、大麻花一袋 總重3.29公克及研磨器、吸食工具等相關證物 經過調查發現彭信男子從110年7月份開始郵寄這個大麻種子來栽種 那也在這個網路上學習到這個大麻栽種的常識 栽種以後供自己來吸食 前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已送台灣、宜蘭地方檢察署偵辦 花蓮陷警局也呼籲民眾 大麻屬於第二級毒品 如果製造及販賣 可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單純適用 也會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吸食大麻除了會產生被害妄想、錯覺、幻覺、焦慮、 睡眠障礙等階段症狀外 同時也會造成記憶、學習與認知等危險 年輕朋友切勿因同才壓力或好奇而輕易嘗試 以免誤人誤己、後悔莫及 記者 徐立芹 華聯絲報導